大家好 本期为大家分享这款包带的勾法 正反面的花样都是相同的 我这里用五股牛奶棉的馅 接着我们开始 首先勾四个变子针 然后从倒数第二针 我们往前面勾三个短针 这样是第一行的勾法 接着看一下第二行 第一针我们不勾 从第二针我们调半根线 和它下面对应的这根线一起勾短针 下一个针目也是一样的 只调半根线和下面对应的这根线勾短针 最后在边上突出来这根线也勾一个短针 总共三个短针啊 调半根线 对应下面的一根线 这样子勾短针 这样子勾短针 这样呢是第二行 接下来我们勾第三行 同样的第一针不勾 从第二针只调半根线 和下面的上面一根线啊 这样子勾短针 下一个针目也是一样的 最后边上我们要调两根线 每一行都有三个短针 每一行都有三个短针 第一针永远都不勾 从第二针开始 边上是两根线 接着往下面的我们都是重复第三行 如果你想要宽一点的包带 我们起针的时候可以起五个六个变质针这样子 勾法都是一样的 只是中间多了几个短针啊 那大家就按照这种方法一直往下勾 勾到你们需要的长度 这款包带呢勾出来还是挺快的 好接下来我们看最后怎么勾 我们要挑整个针目来勾啊 第一针不用管它 我们从中间这一针 挑整个针目和下面的一根线 这样子勾短针 你们勾引拔也可以 好边上两根线勾短针 最后呢锁一针固定断线 大家直接可以缝到包包上面去了 好了本期视频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